MWC 2019 我们现在是在三星的展台 你都知道前段时间三星在美国发布了S10系列 除了常规的一大一小两款S10和S10 Plus之外 还新增了一款S10E 也就是我们中间的这款 接下来我们就在MWC19的现场 给大家体验一下这款新增的小屏旗舰 因为它也是搭载了高通骁龙855的处理器 我们先来看外观的正面 正面看上去好像就是一个缩小版的S10 右上角有一个打孔的挖孔的前置摄像头 整个颜值的话还是一个全面屏的这么一个设计 顶部没有留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顶部的这个边框的距离 跟侧边的边框的距离很接近 看上去非常像iPhone X的那种感觉 但是底部下巴的这个封装还不是特别完美 跟两侧的这个边框的距离还是要大一些 有一点点的遗憾 中框的话并不是像那个S10 S10的就是左右这两款是双曲面屏 所以它中框的两侧并没有做了一个收窄的处理 但是这样带来的手感反而特别好 再加上它又是一个屏幕比较小的版本 就5.8英寸这个握持感 再加上边框的这种处理握持感就非常好 应该是三款手机当中手感最好的一款 背面的话是双摄 跟另外两个比的话是少了一个中胶 也就是人像景深的那个摄像头 超光角新家的这个超光角还是保留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拿到的这个是一个那种亮黄的配色 有点像Note 9 S Pen的撞色的那个黄色的那个感觉 还是非常年轻和动感的 接口方面呢底部就是Type-C的接口也是保留了3.5的耳机孔 这个跟S10和S10 Plus不同的地方在于它的配置可能更低一些 同时价格也更低 然后有一个缺点是它的电池容量比较小 只有3100毫安时 再有一个它并没有搭载最新的这个屏下超声波指纹 而是在侧面跟电源键集成了一起 采用了一个实体的电容式的指纹的解决方案 我觉得对于这款S10E的话 我们可能有喜欢它的方面 比方说非常好的手感 小屏然后硬件性能又是顶级的处理器 但是它同时又阉割了一些 就是两个哥哥身上很多优秀的这种体验 所以还是比较难以做取舍的 再加上它在可能是三款机器里边它的价格是最便宜的 但是如果说跟友商相比的话 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好以上就是关于S10E的上手的体验 更多内容请大家关注 凤凰网科技MWC2019专题报道